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自由国际对抗赛上,武林峰除了大内高手富高峰胜了对手,且其日半对手水平并非最高,但其余六名武林峰选手全部办下阵来。 这与此前三次在中国举办的中日队抗赛,武林峰全都获胜相比,显然是一次惨败了,可更令武林峰无比尴尬的是接踪而来。 其一,赛后武林峰邀请日本选手来中国在脚高下,可日半选手当场拒绝,趁志愿在日本比赛。 其二,在赛前,日方拳手左右前蔡陈面对媒体时,与武林峰立下了一个赌约,最终比赛哪帮输了,就要派代表替光头。 武林峰当时并没做总弹,而是答应了日方的对赌要求,这种是只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与精神,还是嘛值得赞扬的嘛。 可是,武林峰这次却没办法把豪言壮之队换成现实,一比六的结果,真的差一点就要被剃了光头。 那么,赛后的问题来了,自己答应的诺言,作为舞者,要不要兑现,谁来兑现,就成了摆在武林峰面前,的一个左右为难之问题了。 如果武林峰没人做代表出来剃光头吧,这就是在日本人面前是的信落,显然会让东赢人更看不起,剃吧,又是六人输了比赛,谁敢站出来忍辱负重,剃这个光头呢? 现在,似乎有了答案,因为,人们发现,此次参加中越对抗的选手中,原武林峰名叫死神,方便的图的王俊玉,已经剃光了头,虽没见武林峰或王俊玉本人,公,开发表他这就是在兑现承诺,但几乎可以肯定,这或许就是王俊玉向日方表明。 我代表武林峰一言九鼎,虽然武林峰惨败有点丢人,但搏击比赛中,政府也极正常,而武者遵守承诺,阅读服输,也更是武士最后的底线,踢就踢吧,从头再来,这样的王俊玉,仍值得尊重。 所以,我们仍要为王俊玉敢欲赚出来,代表武林峰剃光头的行为竖起大拇指,当然,只有剃光头的信守承诺,显然还远远不够。 既然参加了以中日明义进行的对抗,武林峰就要反思,为何过去三届的中国主场是,我们可以连续战胜对手? 可到了课场,咋就输得这么惨呢?是因为主课场因素获益左右比赛了吗? 还是武林峰现在的实力有了大退步,或是有其他原因? 武林峰确实是要深思反省了,当然,武林峰曾于近十年来如一日,猛退一位太阳, 抬柱子,武胜一龙,他虽然最近被西提债,鲨鱼狼连续吊打,可一龙在武林峰的战士中,却至少打败过不下十三位日本选手。 于是,有网友说,武林峰为何不派一龙去参加多日对抗赛,你们也让一龙职业生涯中,能到日本奔土至少打一场了。 以一龙对阵日本选手如此之高的胜率,只要日本人不派上于一龙一胜一瓶的场道雄一郎,最起码,他可以多胜日本人一场吧。 即便一龙也输了,这替光头的怨赌服输之诺言,对脑门光亮的武松而言,也是一件不费春灰之力的事了。 一扇图片来自网络